根据德国媒体的一项统计 在德国国庆队的所有成员中 最后能够提倡得奖或者得已的人只占三分之一 一次伤病或者一次不成功的转会 都可能让一个人的足球生涯瞬间终结 这些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况且如此 足可见足球这项运动的残酷 大部分球员终其一生只能在低级别联赛搓脱一身 甚至早早告别绿营场 也正如此 每一个在低级别联赛坚持的球员 才更加值得我们尊重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名叫藤本谢明 他从来没有留过洋 也没有进过国家队 但他的故事依然让人印象深刻 藤本谢明1989年出生于大阪府 富田林市 很小的时候加入了大阪钢八的清训体系 但是青年时期的他一直不算出彩 2005年 16岁的藤本谢明离开了大阪钢八体队 选择进入著名的日本高中足球名校 青森山田参加高中足球锦标赛 青森山田的竞争 同样非常激烈 直到高三 藤本谢明才终于入选了一队 踏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 此时的他 司职又后卫 而球队也在全国大赛第一轮就宣告出局 很显然 这样的表现很难吸引职业队的青睐 高中毕业后的藤本谢明 选择加入竞技大学 一边念书 一边参加大学生联赛 2011年 22岁的藤本谢明 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涯 在此期间 依然没有得到任何一支职业球队的青睐 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 纵观日本乃至全世界 22岁仍然无法进入职业队的球员 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 凤毛领奖 也就是说 他基本上可以跟职业足球的梦想说再见了 但是藤本谢明不愿意放弃 2012年 他加入了左川印刷足球队 征战JFL联赛 JFL联赛 全称日本足球联赛 是独立于J联赛的日本业余足球联赛 参加联赛的球队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是力争参加职业联赛的准职业队 另一种则是企业队 藤本谢明所效力的左川印刷属于第二种 在这里 藤本谢明是公司足球队的一员 同时也是公司的一名普通社员 每天上午进行足球训练 下午只要到工厂工作 他的任务就是将印刷好的纸打包起来 只有到了周末的联赛 他才能好好享受足球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四年之久 在这个时期 藤本谢明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每次训练 他永远是全队最努力的那个人 效力左川印刷时期 他的位置也渐渐前提 开始更多的承担进攻任务 第二个赛季 藤本谢明穿上了象征着主力前分的9号球衣 并且打进了JFL生涯的第一例进球 2015赛季 藤本谢明在28场联赛中 勾入9球 成为队内最佳射手的同时 也打破了自己的单赛季最高进球记录 但是赛季结束后 由于企业经营方向的改变 左川印刷足球队结束了29年的历史 正式解散 就在此时 曾经在JFL交手多次的对手 洛岛联成功加入日本职业联赛 成为J3联赛的新军 他们向他们献明发来了邀请 此时的他依然面临艰难的抉择 自己即将年满27岁 而J3联赛作为最低级别的职业联赛 收入并不高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他说道我觉得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 我还能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没有放弃 2016年 27岁的大龄青年 腾蒙谢明 终于迎来了他的职业联赛首秀 第一个赛季 他的发挥就让所有人惊艳 27次联赛出场 打进15球 成为J3联赛最佳射手 并且入选年度最佳阵容 第二年 腾蒙谢明的发挥仍然出色 24地进球 让他缠连了J3联赛的最佳射手 很显然J3的舞台对他来说有点小了 2018年 J2球队大分三神 希望寻找一个强力射手 腾蒙谢明刚好符合他们的要求 双方一拍即合 促成了这笔转会 这个赛季的J2节目战 腾蒙谢明就在代表球队的首场比赛中破门 不过力争升级的大分 竞争明显比落岛连激烈的多 联赛上半程大部分时间 他只能在替补席上等待比赛机会 不过腾蒙谢明还是抓住了 为数不多的出场机会 从联赛第32轮开始 腾蒙谢明连续四场比赛取得进球 成功上位 赛季结束 腾蒙谢明的进球数来到了12球 全队最高 而大分三成也时隔6年重返J1联赛 2019年 腾蒙谢明迎来了他的第一个顶级联赛赛季 但是他的神奇表演并没有结束 联赛节目战 腾蒙谢明就在同路岛路角的比赛中 没开二度 而他也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 连续三年在日本三个级别职业联赛的 节目战均取得进球 再加上JFL时期 日本前四个级别联赛的 节目战都留下了他的进球记录 上半赛季的这一联赛 他们显明打进8球 并且拿下阅度最佳球员 完全不像一个第一次踢顶级联赛的新手 他的出色发挥一度得到了国家队主赛 森宝一的关注 同时也吸引了联赛中的土豪球队 神户胜利船的目光 2019年8月 就在藤本宪明即将迎来30岁生日之际 神户胜利船正式签下藤本宪明 他将成为伊尼斯塔 比利亚和维尔玛伦的队友 球队还将象征着主力的9号球衣给了他 刚刚加门神户 藤本宪明就遭遇了伤病 整个下半赛季仅仅出场7次 打进一球 不过就在赛季末的天皇杯决赛前 他及时复出 能够以首发前锋的身份出战 这场比赛除了决出天皇杯的冠军外 还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行业 历时三年 为了东京奥运会建设的新国立竞技场正式竣工 这场比赛将是他的揭幕战 揭幕战 没错 藤本宪明又要进球了 比赛第38分钟 神户中场西大物 边陆船中 皮球碰到对手陆岛的后卫发生的变相 藤本宪明顺时将球送进网窝 场上比分扩大为2比0 而这也是比赛的最终比分 由于神户的第一例进球是乌龙球 所以新国立竞技场第一球的殊荣 就落到了藤本宪明头上 这个4年前还在工厂里打包的印刷工 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能够登上日本之巅 藤本宪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幸运的联系上了上海海港队球员杨帆 他在2017年曾经短暂的加盟J3球队胜港鲜鹤 在此之前他曾经视讯落岛连 与藤本宪明做了两周的队友 对于这名当时的最灾明星球员 他会有怎样的印象呢 对于落岛连时期的队友 现在效力神户胜利船的藤本 有什么印象 也不能说跟他做过队友吧 当时就是机缘巧合 然后去落岛试讯 就有个14天的时间 然后每天都跟他训练的时候在一起 他训练就是对待每一脚球 不管是就是打轮啊或者是传球啊都很认真 都是付出那种百分之百的那种努力 所以他比赛场上才能把那些球打进 你觉得他的成功是必然的吗 他从第一级别联赛球员到亚冠射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就努力吧 足球运动员努力 再加上他的天赋 他从节三提起 他也不是就是很务实的一位球员 就是慢慢从自己做起 不管在什么级别 他都会自己一步一步去走 就当时看到训练就能看出来 每天都特别努力在训练 就是可能做的要比别人多一些 非常感谢杨帆 我们还问了杨帆许多关于流洋日本的问题 欢迎关注我们 下期为大家带来 在日本踢职业联赛是什么样的体验